曾 寶 儀 你看這一身穿搭 就是個女神的氣勢 好 寶儀是首度主持電視金鐘獎 因為今年被台劇大爆發給吸引了 她覺得如果不接下這一次的主持工作 就太可惜了 寶儀也說 身為主持人就是要服務大家 把光環留給所有的入圍者 更早一早就開始研讀入圍作品的資料 除此之外 寶儀還為今年的典禮的開場 準備了一段特別的表演 而且昨天被逼問她也都不鬆口 我們待會兒試試看會不會鬆口好了 到底她會帶來什麼樣的表演呢 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掌聲尖叫 我們的典禮主持人 寶儀 妳看看 妳看看 好漂亮喔 先自己來講解一下 而且寶儀姐昨天已經是紅毯第一美了 妳今天是不是又是紅毯第一美的氣勢啊 我自己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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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我覺得 我之所以這麼隆重的準備今天的服裝 我就想告訴大家 金鐘獎真的很重要 它是台灣戲劇界的最高殿堂 所以我一定要用最高規格 來面對今天的紅毯 是 既然是最高規格 那又是這個最高規格典禮的主持人 真的責任很重大耶 可以分享一下這過程當中 什麼是最困難的挑戰呢 最困難的挑戰 應該就是要被那個 入圍男配角的人訪問吧 誰 誰 是誰 是誰 沒關係寶儀姐 妳跟我聊就好 妳可以不用管他 好啦 我插播一下為什麼 因為剛才妳在準備的時候 看到這身穿搭 我就說 寶儀姐妳好喜氣喔 什麼好 她就差點沒說像鳳凰什麼之類的 是一種吉祥感不是嗎 好啦 我閉嘴妳來介紹 我可以理解 因為她今年有入圍 然後她真的 你知道其實她在很多戲劇裡面 都有出現 俗女養成績2 對 然後四樓的天堂 多的不能再多了 簡直就是公務員 如果我是主持人 我真的都很想給妳掌聲鼓勵一下 比我還要認真 真的 這個算是寶儀給我的加持了 那寶儀姐 妳問了這麼多 就是有關於加回一個問題 妳自己看了這些作品之後 有沒有哪一作品最有共鳴 最喜歡的 然後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呢 其實都很深刻耶 因為今年的台劇真的是百花齊放 所以 我好像一個電視機一樣 而且是都不斷轉換頻道的電視機 就是我看到這個 我突然就變得俗女養成績 然後好開心喔 然後看到逆局的時候 覺得好沉重喔 為什麼台灣會發生這個連環是二人命案 對 然後看到查經的時候 看到斯卡羅的時候 又覺得台灣有這麼深厚的歷史 很令人開心 把它登出上當然就是要漂亮啦 功課做得很足喔 所以今晚典儀就靠妳了囉 是的 寶儀姐我們一起加油 請進 來 裡面請 謝謝 謝謝兩位